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古冻 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一样 哎呦 稀罕业啊 喂 臭老头 你出来干嘛 我现在没空理你 没空理我 那这个小姑娘怕是要凉凉咯 什么 臭老头 把话说清楚 哎 看你和我有缘 我就跟你说吧 这位丰足的公主身体里有一股长大的血脉 我大概的一看 应该是青羽神鸟 青羽神鸟是风属性最强的 啊 那太好了 这样 果冻就不会被家族当作筹码了 好什么好呀 青羽神鸟虽然非常强大 但是有个弊端 什么弊端 就是必须斩蛋七情六欲 如果它动了琴 就会经脉寸断而亡 什么 小王子把果冻送回了风族 将果冻的血脉是青羽神鸟和弊端 都靠到风族上 自己幽幽离开了 喂 小子 你就这样 赶紧离开 不然呢 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果冻去死吗 当然不用看着它死 什么意思 难道你有什么办法 你倒是快说呀 这样急死我呀 哼 臭小子 怎么后说好的呢 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 我错了 爷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还差不多 想要和他在一起 也不是不行 因为基于神鸟血脉的拥有者 体内会出现一种神力 这种神力会帮助巨神者修炼 当然是 只要动琴 这股神力就会暴动 轻则 元气大伤 重则 粉身碎骨 所以 要怎样才能救它 有 但是很困难 你必须找到定峰珠 这个据说是创始神的神器 前些年 大陆上还有个传说 不过现在也销声异计了 那传说 定峰珠最后出现的地方在哪 邻国 峰之古城 哇 这就是峰之古城吗 好美呀 可是这里怎么人烟稀少啊 哪里来的土鞭 你 算了 大哥 我问一下 你知道定峰珠吗 啊 定峰珠啊 我知道 啊 你怎么知道 在哪里 不对呀 臭老头不是说定峰珠是传说吗 怎么一问就知道 而且看到的眼神 肯定又古怪 还是地方这里好 定峰珠是我们古城的质保 你找他做什么 救人 行 救人一命 先找奇迹复处 你跟我来 算了 跟上去看看吧 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 这是什么地方 哈哈 想知道吗 嗯 不对 这是什么地方 你不是带我来找定峰珠吗 呵呵 定峰珠 那是什么 我们可不知道 老大 带人过来了 哈哈哈哈 干得不错 年纪轻轻 居然已经是高级黄金零丝了 带走他 哼 想抓我 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随意 天翔 什么 这 这凤凰 我们在碧ordanам 掉了 The 链村 铺